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油泥面上均匀地打上卡锁 在某种表面均匀地涂上脱模剂 把硅胶与固化剂按2%到5%的比例混合 这里用的是红椰的HY628硅胶 搅拌均匀后倒在模种上 然后抽真空 抽完真空后 在模种上均匀涂刷地层硅胶 在第一层硅胶固化后刷上第二层硅胶 待其不再流动时 在硅胶上面粘贴一层纱布 待固化后再均匀刷上一层硅胶 做树脂外磨 首先在硅胶膜上刷上一层树脂 接着铺上一层玻璃纤维网 再刷上一层树脂 是某种的大小添加3到5层的玻璃纤维网 带素质外磨固化后 把油泥清理干净 在硅胶表面涂上凡适宁 然后重复以上的步骤 制作另一半的硅胶模具 带整个模具固化后 把硅胶模具 素质外磨修理平整 一般24小时后 硅胶模具可投入生产适用